在去年12月31日 海關港口及海域科的同事 查研一批由加拿大到港 報稱即食驗物片的海運貨物 在這宗海運貨物裡面 總共有1160箱 在其中100箱的貨物裡面 我們總共檢獲到 110公斤的華爾大麻花毒品 市值是約港幣2240萬 其實在這批貨物裡面 找到毒品的貨物 只是承擔貨物的約8%左右 我們在今年1月13日採取行動 分別在元朗和上水拘捕兩名 涉案的本地男子 他們兩名男子分別是16歲 報稱無業 另外一名是34歲 報稱貨車司機 這種手法其實都過往經常見到的 正正在去年12月6日 海關也破獲了一頓用相同手法 去偷運大麻花的案件 當時那批貨物也是由加拿大海運到港 海關現在正在調查兩宗大麻花案件 報稱太陽能板的貨物裡面 找到大概63 在兩塊太陽板裡面 找到63公斤的懷疑冰毒 海關毒品調查科 市值約港幣4,700萬 海關毒品調查科 立即接受跟進調查 在跟進調查裡面發現 這個收貨地址屬於粉嶺的一間儲存倉庫 海關人員在粉嶺拘捕一名36歲的本地女子 報稱是物流公司的負責人 海關人員根據風險評估兩個指標 發現這批貨物 包括這批貨物 是直接由一間墨西哥的物流公司 直接寄到香港的另一間物流公司 根據以往案件的手法 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以圖隱藏真正寄放人的身份 去逃避海關檢選這批貨物